今天还看到一条比较搞笑的啊 也是关于台湾的 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坤 我发现啊 这个台湾政治人物啊 翻过来调过去 像就那一帮人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人啊 又上来当立法院长了 就跟那个谁 行政院长苏震昌一样 游锡坤呢 今天到第十二届台北国际中医药学术论坛 大会开幕式 致辞的时候说 中医有百年历史 而汉医有千年历史 汉医传到韩国叫韩医 传到日本叫汉医 传到越南叫东医 他认为如果传到台湾 能改叫台医 或者叫台药 也很不错 或者把中医改成汉医也可以 这是人家游锡坤 参加这个中医论坛 致辞的时候说的话 你听听这水平 你看看这个台湾做到立法院长这个级别的 你看这个水平 说白了是什么呢 就是去中国话嘛 去中嘛 对不对 中医现在不能叫了 你要不改成台医 要不改成台药 我突然想到啊 其实台湾最需要改的啊 最需要去中国话的名字 这这些都无所谓 最最需要的就是把中华民国这词改了 你知道吧 你中华民国 你这边有中华两个字 你那个中多厉害啊 这是你的国号啊 你的国号是这个这个脑门上的顶着一个中 这个你能容忍吗 啊 你改中医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不要总是避重就轻 啊 你该改的你赶紧改 包括那个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或者你就改成台湾国民党 你凡是涉及到这些 这个台面上的 啊 这些大的名号 有这个中字背的 全部都改掉 包括什么中华航空 华航嘛 对不对 改呀赶快 这些东西没见你改 你拿中医开刀 剪软柿子捏 尤其坤你可真会真有意思 你不是立法院长吗 对不对 立法院不是大部分都是那个民进党的吗 或者民进党 手下的一帮小楼楼楼吗 对吧 那些小党派不都是拥护民进党吗 你改呀 对不对 台湾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 中石油是不是 改呀 那些影响力大 知道吧 叫什么 还有叫什么 中刚 是吧 中油 你改呀 倒是 不要拿中医说事 中医是这里面 我觉得影响力相对来说最小的 知道吧 你先从中华民国开始改 然后改中国国民党 然后改中华航空 你从大王小改 对吧 你真正牛逼就应该从大王小改 你不要总是挑那些 是吧 不咸不淡的 对吧 那些领域没什么意思 台湾这个去中国话 尤其是这个民进党上台以来 去中国话一直是民进党的这个叫什么 你说是党章也好 或者他的这个核心思想也好 但是呢 说实话 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实际行动 这步伐迈的太慢 我作为大陆人民 我都觉得挺失望的 知道吧 这个跟你们那个所信奉的那个理念相左 容易这个让人引发联想 说你们总是打假拳 是吧 打嘴 打嘴炮 打口炮 知道吧 游戏宽 苏贞昌 你们这班人不都是台独台独派吗 号称台独大佬 对吧 民进党内的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是吧 行政院 立法院 这些全部掌握在你们手里 你们想干什么都可以啊 所以我建议啊 还是那句话 不要从中一下手 要改就改大的 从你们的国号中华民国 改成台湾国也行 改成什么台湾共和国也可以 改成什么南亚什么什么岛国 无所谓 感情把这中华两个字还给大陆 既然不想要 就不要那么委委屈屈的 是吧